各位神语们各位神语们 您现在吃快的是开车大前杯 女司机侧方停车大赛 好的这位女司机入场了 她首先采用的策略是 一猛的扎进去 先要这个车位居为机友 往后到 小小后面的摩托车 好的往后退 她同时打开了双闪 这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从这些细节上 我们就能看出这个选手 就有极高的专业素养 小小后面的摩托车 漂亮 看来场上的一些干转因素 还是谁有出现 再来一次一猛的扎进去 还是跟选项的不一样 一猛的扎进去的策略 看来是行不通了 她必须要做出及时的调整 赛场的魅力就在于 随机应变灵活变动 俗话说计划不是变化快 到处都说满了不确定性 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位女司机 会有什么新的打法 又是一猛的 没扎进去 看来三方停车 是所有女司机的噩梦 要是换到男司机 她肯定不会一根筋的扎猛子 听到这里 很多女司机肯定心里不服 但是这就是事实 男司机 我解除了班纪 你给我加了一个男伙机 这不是她二叔吗 二叔一出生万五千可万 我说她二叔 班她 好的 各位神运们 各位神运们 现在我们换台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开车大神杯班车大赛 今天她二叔肉炒慢中 观察一下中文环境 却把无人看到 就像奥特曼变成 现在准备一样 这辆车的重量高达两吨 她二叔能否搬动呢 你也不是有女司机啊 不要再请女司机的事了 我就要看女司机啊 后领王不要脸 好的 二叔准备发力了 俗话说 一日练一日功 一日不练十日功 她先玩下了自己的袖子 好的 她先脱了两口脱毛 擦在了自己的裤子上 这就是要开始发力了 让我们拭目一带 好的 车洞啊 虽然她侧房行车一根机 但是搬起车来 她能够四两八千斤 好的 她二叔累的已经是馒头大汗 才上一分钟 才下十年功 我就为还要比这个更刺激的吗 她二叔的鞭子哇 还有茶草没推进出来 鞭子哇